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1年BRK的股价上涨了29.6% 是过去8年来涨幅最高的一年 同时也小幅地跑赢了回报率为28.7%的标普500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两年跑出大盘的损失 如果我们把时间的周期再拉长一点 表格中还有从1965年至2021年这56年的汇报情况 在此期间 伯克希尔的年化收益率为20.1% 而标普500的回报率只有10.5% 这主要是因为伯克希尔的早期回报实在是太高了 尤其是1976年至1983年这7年的时间 其中有两年达到了翻倍 还有5年回报率超过了30%以上 也正是这段时间诞生了很多巴菲特一生中的经典投资案例 伯克希尔之所以在2021年的表现十分出色 得益于其旗下各公司的优异表现 我们平时提起巴菲特可能会想到他是一个股票投资的大神 但其实二级市场的投资只是他投资业务的一部分 伯克希尔是一家有着36万名员工的巨型公司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所拥有的房产 厂房和设备等各类资产 价值达到了1580亿美元 比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资产都多 所以与其说巴菲特是股神 不如说他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 这也和巴菲特对待投资的态度不谋而合 他不是在选股炒股 而是在发现和投资优秀的生意和公司 而持有伯克希尔股票的投资人 就是通过伯克希尔来持有这些优秀的公司 这些公司从传统的铁路业务 到生产型公司到新型的科技公司 以及金融公司做什么业务的都有 那这其中最重要的有四家公司 巴菲特把他们称为伯克希尔的四大巨头 分别是保险业务 苹果 BNSF铁路业务和BHE能源业务 首先是保险业务 这也是对伯克希尔来说最最重要的业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保险业务才是伯克希尔真正的护城河 巴菲特投资能够成功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有钱才行 而巴菲特的钱就来自于保险业务所提供的福存金 福存金其实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所提交的保费 这笔保费虽然理论上讲不属于保险公司 但是只要管理得当 每年在支付一定比例的出现索赔金额之后 剩余部分可以被用来投资 而投资赚来的收益就归保险公司所有 所以在之前的股东信中 巴菲特也是直言不讳的说到 以源源不断的零期负债进行长期投资 才是伯克希尔商业模式的核心 在今年的股东信中 巴菲特提到 去年的福存金增加了90亿美元 达到了1470亿美元的规模 可以说是 只要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能够稳定盈利 每年增加福存金 巴菲特就源源不断的资金来进行投资 而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 在巴菲特看来 这主要归功于公司聘请了阿基特来领导保险业务 阿基特也被认为是巴菲特继任者的候选人之一 其次是苹果 从市值来看是伯克希尔第二大业务 和自己运营和管理的保险公司不同 苹果公司只是作为伯克希尔的股票持仓 2021年 伯克希尔收获了苹果支付的7.8亿美元的股息 此外 巴菲特还在股东信中 称赞了苹果的CEO库克 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最后是铁路和能源业务 伯克希尔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 飙升了45% 都要归功于其铁路 公共事业和能源业务 在近期的强势反弹 比如针对铁路公司的利润计算方式 伯克希尔还是恪守着最传统的计算方式 巴菲特也提醒到 在大牛市当中 很多公司会对利润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 这其实也增加了财务造假的风险 我们提到新能源 可能就会联想到特斯拉 会想到木头姐 对于能源板块 巴菲特去年大幅买入了伊藤 三井和三陵 这三家能源和矿产公司 而这三家日本企业 已经为巴菲特贡献了1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 2021年 第四季度还大幅增持了 雪佛龙这个老牌的能源巨铜 我们可以看到 伯克希尔的持仓也是有调整的 也是多元化的 所以与其说 巴菲特喜欢投资 某一类型的公司或者股票 不如说 他喜欢的是 好的公司和好的生意 既然买股票 就是投资好的公司 好的生意 那巴菲特认为好生意 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其实这一点早在巴菲特2020年的股东信中 就给出了他的答案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他人是运营层面 公司的净有形资本 要能够创造可观的回报 其次 公司的管理团队必须是既有能力 又有着诚实善良的品质 可谓是德财兼备 最后就是买进的价格 必须要合理 巴菲特自己曾经在一次股东会上讲到 如果说非要让他用一个指标来进行选股 他会选择ROE这个指标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ROE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如果说一家公司的ROE能够 常年保持在20%以上 那么就属于非常优秀的公司了 那我们看看巴菲特持有的这几家公司 ROE大概都是多少呢 苹果不仅是常年保持在20%以上 甚至近五年来都没有低于30% 其余持仓公司的ROE 基本上能够平均保持在15%以上 这些高ROE的公司 往往在特定的领域都有自己的优势 或者说都是有互成合的 可以给公司带来超额的利润 第二点是巴菲特对管理层的关注 当巴菲特在分析家公司的时候 他从来不分析某家公司的产品 或者是某个业务的好坏 只是说这家公司做的是不是一个好的生意 和这家公司的管理团队 有没有领导能力以及良好的品德 巴菲特极为看重领导者的个人品质 说到底公司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 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由创始人和管理层所创造的企业价值观 却是一个公司长期成长的基石 第三点就是买进价格要合理 可以说巴菲特对于这条纪律 是遵守的非常严格 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上 已经有超过1400亿美元的现金 以及现金等价物 但是巴菲特宁可持有现金 也不会在过高的价位上买入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已经决定 伯克希尔永远会持有300亿以上的现金 及等价物 为的就是让公司的财务上 不会遇到巨大的风险 事实上经济危机发生的两年后 基本都是伯克希尔打败大盘的时候 2000年 标普500的回报率为负的0.91% 但伯克希尔的回报率为26.6% 2010年标普500的收益率为1.51% 但伯克希尔的回报率达到了21.4% 巴菲特认为我们不应该被价格的波动所左右 反而是应该利用价格的波动 来给我们的持仓创造安全边际 比如说成本是100的 特斯拉的投资者肯定要比成本是800的 更能拿得住 所以巴菲特说 投资者要在自己舒服的状态下 做重要的决策 相反 那些容易受到波动行为影响的人 很难做好投资 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股东性比较简单 直接用巴菲特自己的话来说 2021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没有变化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也证明着他在坚持自己一贯的风格 不知道各位在听完巴菲特的选股 以及投资策略之后 是否想对自己所投资的公司 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呢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给我们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